大家好,我是红九 昨天咱们已经发出了石榴合剂的制作方法 今天主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石榴合剂所应用的果树 以及果树上的病虫害 有哪些可以用石榴合剂来进行防治 不同的果树用的这个石榴合剂呢 它的这个波米度也是不同的 还有南北方的差异 温差不一样 然后用的石榴合剂的波米度也是不一样的 重点是咱们这个石榴合剂呢 原液对多少水 然后怎么进行防治 然后怎么进行使用 包括说是使用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今天咱们给大家重点的分享一下 昨天咱们也说了 这个石榴合剂呢 所应用的果树在我们北方 不要就是以桃梨,苹果,樱桃,杏,李子,葡萄 重点呢 对于这个苹果树,桃树,梨树 使用的比较多 它的使用面积也特别的广 在桃树上 石榴合剂防治主要针对于一些细菌性穿孔病 荷斑性穿孔病 霉斑性穿孔病 还有轮斑性穿孔病 所以穿孔病的种类有很多 一些菌病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桃子的生长 它不光影响咱们的果树 尤其是桃子的黑心病 对于桃子的果面来说呢 影响极大 直接造成咱们这个果子 果面的伤害 然后没有商品价值 桃子的黑心病 白粉病 对于石榴合剂来说呢 春季清源也有很大的效果 这个就是桃树上的杰克虫 在我们这儿俗称桃狮子 桑马戒 石榴合剂对于这种桃狮子 桑马戒或者杰克虫呢 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这些杰克虫呢 今年春季使用以后 全部都干枯了 效果特别的好 杰克虫一般像呀 它都发生在这种湿度比较大 避光的地方 然后容易出现杰克虫 现在都已经干枯了 都已经枯了 所以石榴合剂对于 杰克虫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今年喷湿石榴合剂以后 然后四月份又出现了稻春寒 部分果树 减产甚至于绝产 所以果农 对于管理果树来说 比较舒放 冥春 虫坏会比较多 建议大家 用石榴合剂清源 尽量减少病虫害的爆发 尤其是牙虫 借克虫 再就是桃树的根系的一些病害 石榴合剂也有防治的效果 桃树的根腐病 还有这个根瘤病 石榴合剂对这些病害呢 都有很大的帮助 再就是树干 桃树树干上 或者是咱们枝干上容易出现硫胶 这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硫胶病呢 对于桃树来说 是通常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有很多 有很多原因引起硫胶 一个是湿度过大 或者是有这个病害 虫害 机械伤 再就是药害 或者是 桃树生长过剩 导致树体水分膨胀 也会引起咱们这个桃树 裂缝树 硫胶 这样呢 就算它生理性的一些硫胶病 但是硫胶呢 对于树体来说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发现树体硫胶 尤其是骨干之上 或者咱们粗度比较大的地方 咱们尽量把这些 咱们尽量把这些病患处 挖除 病部 然后用10波每度的16核计 涂盖 对于樱桃树上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果道病 或者是窗孔病 或者是一些根瘤病 樱桃树上的一些 荷瓣病窗孔病 会直接影响 这个树体的生长 以及花叶分化 春季用16核计 然后喷湿 能有效的杀死一些病菌 樱桃树上的一些 窗孔病 荷瓣病 有时还是因为树根引起的 如果要是有根瘤病 咱们尽量把这个树根挖开 用16核计来灌根 16核计灌根的这个度数呢 大概就是3到4波每度 就可以了 如果樱桃树上发现这种硫胶病 咱们尽量也是把患处刮除 用16核计来涂干 涂抹伤口 有非常的好的效果 树上咱们那个杏子上的一些黑心病 或者是叶片上的窗孔病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再就是咱们苹果树 苹果树都知道 苹果树上容易出现一些肝腐病 或者是一些虫害 尤其是虫害特别的多 像这个满虫 16核计 在于不同的这个树种上 使用的波每度也是不同的 即在我们北方 在桃树或梨树 苹果树上 一般都用5到6波每度 来进行喷湿 喷湿的时候呢 咱们对于树上 或者是地面 全面喷湿 在樱桃树上的使用 还是度数比较偏高一点的 樱桃树上使用的这个波每度呢 是8度或者是9度 来进行喷湿 也是全面喷湿的 杏树 李子树 葡萄树上 使用石榴合计的波每度 是3到4度就可以了 也是树上喷湿 地面喷湿 石榴合计 在南北的差异 也是不同的 南方地区 如果在桃树上使用 石榴合计 咱们可以使用 4波每度就可以了 因为南方地区 温度比较高 再个就是 它的湿度也偏大一点 在我们北方 可以用5度 6度 在南方的 一般的就是用 3度 4度 就可以了 最后咱们再说一下 这个石榴合计的使用方法 以及 它这个注意事项 这是最关键的 咱们不管是南方北方 或者不同的树种上 使用石榴合计的时候 它这个度数呢 是怎样稀释的 咱们具体的 还有讲一下 一般咱们熬制的 石榴合计 都是25到30波每度 25到30波每度呢 咱们在喷湿的时候 还需要稀释水分 才可以使用 不能用原液喷湿的 昨天到现在为止 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石榴合计 怎样去和水去稀释 石榴合计的波每度呢 咱们按25波每度来说 或者按30波每度来说呢 就是咱们想要达到的 这个波每度 在我们陶树上使用 一般就是5到6波每度 用咱们原液的波每度 除去咱们想喷湿的这个波每度 也就是说咱们按30波每度 除去咱们这个 像我们当地使用的5波每度 是就等于6 然后这个6还要减去1等于5 也就是咱们一斤原液 对五斤水 然后就是咱们想要的 这种波每度数 直接在树体上喷湿就可以了 像咱们熬制好的石榴合计 会装在50斤的一个容器里 也就是一个壶里 咱们50斤一壶的这种石榴合计呢 也就是再乘5等于250 意思也就是咱们50斤的 这个石榴合计 对250斤水 对出来的以后呢 然后就是300斤的这个药液 直接在果树上使用的这个药液 如果也是南方地区 咱们喷湿这个石榴合计的波每度呢 是深度或者是4度的时候 咱们就用这个30 30波每度除以4 或是除以3都是可以了 咱们可以除以4等于7 4728嘛 然后咱们就直接等7就行了 石榴合计的原液呢 是26度到30度之间 咱们可以等7 7然后再减1就等6 所以在南方地区 1斤16合计原液 兑6斤水 就可以了 大家这个简单的公式呢 大家可以反复的去想一下 或者用笔 在这个本子上写一下 也是可以的 南方地区兑50斤装的 16合计原液 兑300斤水 兑出来以后 就是350斤的药液 直接在果树上使用 就可以了 葡萄和梨子 咱们一般的都是用 也是用3到4波密度 咱们按照南方地区的 这个计算方法来计算 就可以了 但是对樱桃树呢 这个16合计的使用 一般的都是用在 7到8波密度 然后北方地区 像一般的都是用到 9波密度的16合计 然后在这个樱桃树上喷湿 昨天咱们也说了 16合计对于果树来说 这些结果枝条 也有这个预寒的作用 或者是保护枝条的 这个作用 就是16合计的残渣 也是咱们果树生长当中 所需要的这个中量元素 还可以补到部分的一些钙 咱们刚才说的 只是16合计的一个 使用配比方法 然后如果要是实践操作当中呢 还要注意一些注意事项 哪些注意事项呢 咱们进圆以后呢 在喷湿的时候 对于树上 咱们这个树干上 夹皮缝里面 或者是这个夹角里面 基部夹角里面 一定要记得用气腔 或者是用这个药液 充分地使用这些药液 然后浸透咱们这个树皮 尤其这个翘皮处 或者是咱们这个树上 树干它这个夹缝里面 会隐藏着很多的这个虫卵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对树上喷盐 对于树下 咱们地面上这些草 或者是土壤 也要进行一下喷湿 在这样喷湿当中呢 大家今天也问过我说 这个16合计 我们家 然后多少多少树 300棵树 或者10亩地 多少的16合计 大家先想一下 带叶的时候 也就是咱们夏天 喷湿药液的时候 需要多少的水量 如果要是用2000斤水 也就是一吨水量的时候 咱们所需 咱们春季清源的时候 所需要的水量呢 大概也就是 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二的水量 就足够 咱们在全员喷湿了 但一定要记得树上喷湿 树下也要把它那个 晃一晃喷湿一下 也就是为了杀死草里面 或者是表皮一些虫卵 在喷湿16合计的时候 它还有个要求 就是这个气温 必须要在17度以上 但是如果温度过高 对于16合计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7度到28度之间使用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超过32度 如果超过32度以后呢 它呢会对于树体有些影响 所以咱们在使用当中 这个温差 也是要想到的 在使用16合计的时间呢 就是桃树 刚落红的时间 咱们进行喷湿 苹果树 梨树 或者樱桃树 它那个花朵 刚没有散开的时候 咱们这个时间段 或者是说 咱们那个叶片 刚不长的时候 咱们进行喷湿 16合计 咱们在喷湿的时候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呢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做好防护 做好口鼻的防护 或者是咱们对皮肤的防护 16合计可能对于咱们这个皮肤呢 会有一点轻微的伤害 在喷湿16合计操作当中 还有一点就是 注意一下这个风向 尽量站在风上 来喷湿这个16合计 避免了迎风而来 咱们这个16合计的药液 会洒在咱们操作人员身上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用土 然后测一下风向 16合计 对于氢原子来说呢 一般的药物 它都不可代替 有很多朋友也说了 我那个 有很多的药物是可以代替的 其实 它并没有那么良好的效果 16合计是最有效 然后最简便的 一个原液药体 16合计 直接兑水 就可以使用了 不需要说是再添加任何药剂 谢谢大家 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些呢 也希望大家尽量收藏 因为今天所说的呢 比较全面一点 不管是16合计的使用方法 使用的公式 或者是咱们所应用的一些果树 在果树上 在不同的果树上 它这个使用的波密度 也是不同的 再个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南北方的差异 它所使的这个波密度 也是不同的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的东西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